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 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保罗他提到了 他自己在传福音的工作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不安 十二节跟十三节的地方 他说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 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在经文当中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得知 为什么保罗他 没有遇见提多这件事情 让他造成他的不安 在学者当中 他们也不断的在猜测 不过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见到 就是在当时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的情况 其实在联络上面极为不方便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保罗跟他的同工 其实真的是凭着信心 在各处去传福音 在十四节到十六节 保罗他继续来告诉 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 到底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 留下了什么东西 十四节呢 他说 感谢上帝常率领 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新香之气 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 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 叫他活 这是谁能担当的起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保罗他用香气 来形容自己和同工们 传福音所留下的成果 我们会发现其实气味 它会引发人的我们的嗅觉 那我们闻到香的东西的时候 虽然一个东西 一个味道香或者是不香 是因人而异 可是当我们闻到自己 觉得香的味道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心 会觉得舒服 而相反的 闻到不好闻的味道 难闻的味道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 不同的反应 那么保罗他用香气来形容 他们所传的福音 带给人的影响 而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这个香气是从 认识基督而来的 另外一方面 这个香气的这个字 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他常常被使用在 形容献祭的时候 所发出来的新香之气 所以其实这个香气呢 同时也是在形容 耶稣基督本身 他作为全人类的赎罪祭的这个身份 所以当我们一旦被这样子的香气 所感染了之后 保罗说我们也必须到各处 来彰显这样子的香气 另外在这个经文当中的重点是 在他说在上帝的面前 这个带着救赎的香气呢 其实是赏赐给全人类的 所以无论是得救的人 或者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这样子 都有基督的新香之气 所以面对这个基督完全的救赎 在第十七节 保罗他提到了 有另外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混乱这样子的道理 十七节他说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 在这个地方呢 混乱他这个字的字缘呢 有稀释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稀释上帝的道理 去稀释了这个香气 也其实意思就是说 有人因为自己的利益 没有诚实的去传扬上帝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最后 这段经文的最后 保罗他其实是再次重申 他的工作呢 乃是由于诚实 乃是由于上帝 而且在上帝的面前 是凭着基督来讲道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